秀林鄉文藍村因為山區大雨造成水管受損 一對夫妻上山巡視水管路線 卻發生了溪水暴漲 富人失足跌落的旱視 而27號下午在秀林鄉代理鄉長温永安 以及明正處長明良真陪同下 現場徐甄衛也親自前往無姓富人家中前來慰問 同時也表達成痛的遺憾 度數的颱風在花蓮造成超大豪雨 花蓮仙消防局收工分隊 21號晚間6點半接過報案 秀林鄉文藍村因山區大雨造成水管受損 一對夫妻上山巡視水管路線 卻發生溪水暴漲 富人失足跌落發現時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警方表示是這57歲五星富人 而秀林鄉富人在夜間視察水路管線 卻失足以發憾事 新年徐甄衛也上午在花蓮仙消防局 在黑衣面中心招牌 在一宗準備會之後 23號下午在秀林鄉代理鄉長温永安 社會課長李艾美 明正處長明良真陪同之下 新年徐甄衛也前往五星富人家中前來慰問 同時也表達成痛的遺憾 新年徐甄衛表示 住宿列颱風帶來的豪雨 在秀林鄉占遠量已經達到600多毫米 可以說是相當的驚人 並且護衛鄉親在颱風警報還沒結束之前 也希望大家能夠在家中做好防災準備 同時已經撤離以及收容民眾 需要在安全的狀況之下才能夠返家 不可中途返家 來保障自身的生命車安全 所以算是優先選 until each other 你可以提到其他 JOHN will not catch you 不可中途返家